唉 又一個東西要被刪除走入歷史囉 這個東西就是0.3秒殺無敵核彈流喔 沒有錯 顧名思義就是 一秒都不到0.28秒是什麼意思 這就代表一秒以內就可以把你秒殺的意思 是不是超級誇張的呢 今天我這套出裝呢 只是一個正常的全攻流的莫托斯喔 我知道可能有人玩傳說對決 玩了四年全攻流莫托斯 你竟然沒玩過 大家要知道在改版之後的莫托斯喔 大絕招直接變成目標最大生命值的20% 雖然玩起來沒有這麼秒殺啦 但是我並不是要說改版之後的莫托斯變得並不強 他變成了另一種的更凡神角 但是如果你想要玩這種真正全攻流的莫托斯的話 真的只能趁現在的各位 這套裝備呢大概只要出到破陣戰矛 你就已經可以開始秒殺對手 但是你要真正一刀可以把對手砍到爆炸 大概就是王者之劍出來的時候 前面接的0.28秒 還是我接的非常慢喔 如果你等等去回放影片你可以看到 我的斬殺接的太慢 如果我再接快一點 我真的覺得很有信心在0.2秒內 直接把對手給秒殺 尤其是這個版本 一大堆勇的出場率太高了喔 所以呢如果你有看到對面用勇的話 可以嘗試用這一套全攻流的莫托斯玩玩看喔 好了那莫托斯的技能有什麼改變喔 就只是原本一技能呢會暈眩0.3秒 改版之後呢會變成沉默1秒喔 而且後期呢不算冷卻的話 4秒就可以放一次喔 這對於一些法師來說 是一隻相當頭痛的英雄喔 尤其是在改版 全 全 撐 哈哈哈哈哈哈 我講話卡 吃啦哈哈 尤其是在改版之後撐全坦流的莫托斯 會讓很多英雄非常頭痛喔 還有改版之後莫托斯有個更棒的地方是 他的全新的被動勢 每兩秒可以恢復2%最大生命值喔 也就是說改版的莫托斯 其實我已經在體驗服啊 香港心情服都玩過很多次了 永遠不需要回家喔 而且越多戰士 你可以說是爽到整個歪歪喔 今天早上我做了一個夢 並不是純夢 我夢到了跟我群組裡的夥伴 一起去日本 你猜我們去幹嘛啊 不是喜太國語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們是去那個啦 啊 打網咖啊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在打網咖啊 我夢到我們去畢業旅行 然後呢 班導說 喔 現在在網咖待到12點 什麼是網咖 就是一大群電腦在裡面 可以玩遊戲的地方 怕遊戲人沒去過 稍微講解一下 然後呢 中午12點 我走出了外面 喔 原來是日本的京都啊 老實說要集合吃飯囉 各位 然後我就醒了 太 太奇怪的夢了吧 各位 好了 那全坑流的莫托斯呢 既然你走一個輔助路線的話 我希望有幾點你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波兵線很重要 你一定要去中路幫忙清 第一波兵線 再來就是跟著你的打野一起走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場打野是一個菲尼克喔 菲尼克最害怕的就是 自己用臉探草叢被抓掉 而你選擇莫托斯 可以幫他進去看草叢喔 更重要的是 我這套裝備喔 不只是射手法師 會被你給秒殺掉 連戰士都會被你秒殺 因為我帶了一個斬殺補傷害喔 在後期呢 只要對手喔 我保證他鞋子要敢武師派一下 還不回補 你一套上去 包含滅絕加秒殺 就是直接秒殺 哇 這一集怎麼講了這麼多秒殺 因為全坑流的莫托斯 真的太好玩了 各位 如果你玩傳說對決 玩到現在 竟然連這一隻免費英雄莫托斯的 全坑流你都還沒有玩過 而且他竟然出了一個這麼便宜的 莫托斯合金進化 你一定要玩玩看喔 我每次都覺得 喔 莫托斯開一技能 好像在拿著法國麵包在敲人喔 難怪這麼痛 你看 法國麵包你也可以說他是 欸 欸 我覺得他長得 比較像是那個牛舌餅的感覺喔 然後二技能開起來就很像 一堆美工刀片在那飛來飛去的感覺 大絕招就是 哇 用一個法國麵包 從你頭上直接砸下去 這麼帥氣的造型你還不買嗎 而且我認為 其實莫托斯喔 他是合金進化裡面 我覺得是最MAN造型喔 因為他看起來超級大隻 你看 他這個巨劍超級帥 我私心覺得啦 如果 如果莫托斯 所有的合金進化的英雄喔 強度都是一樣的話 我最喜歡的合金進化 就是莫托斯的合金進化 而且他開一技能的時候 他的那個披風還會有變化喔 有沒有很像是 裝法國麵包的合金塑膠袋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不要鬧了啦 這裡呢我們就直接跟著菲尼克繼續跑 對面應該有嚇到 因為我前幾次的秒殺 老實說有震撼到他們啦 你光是一技能的那個暈眩 再加上大絕招的挑飛喔 再加上滅絕喔 真的 如果對面的輔助沒有幫忙看清醒 我看是沒有人可以逃得過你的秒殺連技喔 那你要知道有菲尼克的重點 就是不斷的魔龍凱撒 魔龍凱撒 如果你們打野非常強 都有在吃資源的話 而你跟著他又能享受到這個 大大大優惠的話呢 我相信你很快 就能直接農到王者之間 農到王者之間大概也要遊戲的 至少 八到十分鐘以後吧 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點之前出來的話 我只能說 你真的太強了 兄弟喔 而且呢 再加上莫托斯 其實你不要覺得莫托斯改版前 沒有像是改版後的那個被動回血技能喔 你的二技能轉轉轉 也是能直接回血的 所以你沒血的時候呢 就跟著打野在旁邊 開著二技能 假裝是幫他打 其實 你是想要回血喔 好 那我們這邊呢 直接衝進去喔 對面應該嚇到 而且你可以看到 光是一技能的砍擊喔 就已經有一千多的傷害喔 莫托斯改版前的一技能 其實很萬用喔 你要說你要拿來斷一些英雄的技能 也是可以 哇 斬殺 哈哈哈哈 有沒有覺得超強能 唉唷 太好玩了各位 至於在魔紋的部分呢 其實不一定要帶惡魔覺醒啦 我自己是已經用習慣啦 你要帶萬鈞聖雷 或是那個傷害 傷害薯餅小屁炎也是可以 那個那個魔紋叫什麼 太久沒有用他 那個傷害就是你打三下 就會直接造成傷害 唉唷 我突然忘記那個叫什麼名字了 管他的 那個就是長得像薯餅 舔屁屁的屁股的形狀 哈哈哈哈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喔 再把第二隻 等一下吧 這隻魔龍吃完 唉 神業魔龍已經出了 菲尼克在哪裡 啊 火影尼克的欸 喔 菲尼克被擊殺喔 哈哈哈哈 我完全沒注意到他 抱歉 抱歉 狐雷尼克喔 狐雷尼克喔喔喔喔 一刀 一刀 一刀直接把你看到爆炸 我還有一個斬殺 愛麗絲等我一下下 其實如果愛麗絲再等我一下 我一技能接上去 二技能連一下喔 滅絕開下去接斬殺 那個愛麗絲應該也是 會被擊殺掉的喔 大家都以為莫頭斯大概就是玩一個全坦喔 然後可能撐全坦在前面撐傷害 但是我必須老實跟你說喔 改版前的莫頭斯 如果你要撐全坦 有更多的英雄可以取代你喔 所以我們要換位思考 傳說對決並不是一套裝備可以玩最久 你要有各種打法 我非常支持官方每一次改版 因為我又會想到更多更瘋狂的打法 其實在新版的莫頭斯喔 我也有一套更猛的玩法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喔 那一套出完喔 可以說是哇 不但打人痛喔 對面會覺得說 我的天啊 你是外掛吧 哈哈哈哈 所以記得鎖定我的頻道 到時候跟大家分享 改版之後的莫頭斯 有一套超神的魔紋喔 你待下去保證你跟鬼一樣喔 好 那我們這裡 把凱撒擊殺掉之後 你可以看到我的大劍喔 光是第一波的傷害 大劍就能砍快要 三 兩千七百滴左右 是一個很高的傷害 兩千七欸 大劍一刀欸 哇 還沒算那個後續的傷害 還沒算其他技能的傷害 你光是跳到對面阿萊斯特喔 或是索文斯到對面就直接崩潰 喔 跳上去沒有問題 這不就輕輕鬆鬆了嗎 而且莫頭斯 原本就有加物理防禦力 所以呢能扛住更多的 物理傷害 好了 那這一場呢 我們就輕輕鬆鬆了 把對手砍爆一次都沒死 輕鬆的拿下了這場的MVP 我的出裝魔紋奧義在走下腳 趕快趁著這幾天 暑假改版之前喔 快樂玩爆這隻 我覺得比凡恩還簡單的 免費英雄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 嗚呼